还有为了鼓励贫困学子能够顺利求学 免于经济的压力 家福中心筹募奖助学金 预定9月份要颁发 但目前距离目标大约还有100万元的差距 需要社会善心人士来相挺 给孩子安心就学的机会 因为之前受到家福中心的帮忙 今天阿泽跟小婷特别分享 以前就学时收到奖助金 对个人或是家庭的正面协助 尤其现在也懂得付出与关怀 大学那一个阶段 有接受中心的一个调研的计划 就是帮助青年学子 除了你本身通过服务来学习到 应该要去懂得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去回馈别人 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花一点时间去担任 回馈给小朋友志工的这些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去发现 我除了接受别人帮助 我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有了家福中心可以让我 让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人生当中的 抉择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家福中心它让我知道 其实别人对我的光爱 是多么的 我觉得那种无视的爱 是对我来说是 很让我去难以想象的 所以在我人生当中 做抉择的时候 我就选择我去加入 社会工作这个科系 然后其实让我觉得 其实我受用之别人的帮助 我想要反而去帮助别人 让我让我成我 别人对我的帮助的那种感觉 我想说用尽一尽自己的心力 然后去帮助别人 因为中心协助的贫困学生 也说出自己的愿望 希望有了奖助金 不用打工赚钱 安心读书 我希望花太多时间在打工这方面 所以让我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然后学习更多想学习的新的事物 然后充斥自己 也让我像梦想迈进了一大步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完成我的学业 然后可以帮助家里的经济 那很感谢家福的奖助学金 就是在我不支持我 拖的时候给我满满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宜萱 那就是我的梦想是想要继续读书 那因为我大学还要两年 那我也期待就是毕业之后 就是考到社公司的执照 那就是在这两年 还有包括考社公司的过程 那就是可能会需要一笔 很大的就是学费还有书籍费 那也很感谢宜萊家福 就是有这个奖助学金 就是减轻我们一些金钱上的费用 中心表示 花放奖助金的对象 从国小到大学 大约还缺一百万元 所以期望大众来协助重募 我们每年的奖助学金的需求 每一个学期 大概都是要发出两百多个孩子 那总金大概是三百万左右 那在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还有一百万的缺口 那整个募款的一个状态 在我们七八月 七月收发出季刊之后 其实有比较有大的进展 那可是到目前还是一百万 所以希望在最后这个月 可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 让孩子可以安心的就学 那我们发出的奖学金 大概从国小一直到大学都有 那国小是从两千 国中三千 高中五千 大学的话会是他的家庭的状况 或者是科系的不同 可能最多可以加码到四万 为了奖助金 学生们也会从八月十二到十四号 在宜蘭根罗东邮局 举办生活用品义卖 希望有幸民众踊跃来支持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道 我觉得我超过大学的 希望有点赞 好的 词文新闻 词文新闻